您现在来收看的是 产业先锋队 嗨大家好 我是宇凡队长 欢迎收看我们的产业先锋队 今天是11月5号礼拜二 那么美国总统大选要开始了 那么好的 大家在这边期待的是 那结果是什么 那个好像感觉比美国人还 还要紧张 这重点会是 到底是谁会当选 那么当选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早上呢 其实我们有给东升股东前朝的剧本 大概是这样的情境会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在看这个剧本之前 首先要恭喜一下我们的队员 来今天日本有一个国际工具机展 开始 从今天一直到11月10号为期六天 那么我们台湾的工具机 大部分以概念来讲的话 工具机会连带的机器人概念 这两个通常会连在一起 好吧 恭喜11月5号9点16分 东台亮灯涨停 这些都修正过的股票 但工具机展来了 所以这是他们的短线话题 而且盘面上你说 大选前要做些什么股票 等一下再慢慢跟大家分享 来11月5号9点46分 负顶亮灯涨停 恭喜大家 负顶 这个股票 你要觉得负顶就是一个MOSFET的股票 的功率元件的股票的话 那基本上得看他后面有谁 还有鸿海 董事长是陈泰明 所以他有国具 所以后面的资源蛮强悍的 好 那么来 这个昨天是金义鼎 这个跟金价有关联性 你说那个金价到底未来还有没有机会再持续创高 那短暂的回档 有没有机会再往上走 好 来了 那好啊 那我再找个资料给大家看 我先找一下 那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对台湾股市的影响会是什么呢 好 一 如果川普当选 我认为了 我认为台股会先拉回 然后再上涨 好 这个是因为之前的保护费的这个说法呢 会让大家觉得说 你如果当选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预期心理 如果他当选的话 理论上台股市应该先拉回 然后再上涨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看法会是如此 但如果是贺锦丽当选呢 台股不会拉回直接上涨 好 那何时可以得到完全的结果 看起来要好几天 所以从明天开始呢 这个要好几天 看这个开票的情况 好了 可是又发生一个问题啊 如果是贺锦丽当选 那不就是代表川普输了 但川普他可能不认输啊 这怎么办 你觉得川普会不会 对先这样讲 因为那一年就是2020年的时候 川普是败选的 他就不认输 他不认输 而且呢2021年的1月6号 川粉直接冲进去美国的国会大厦 那件事情非常轰动 就是不认输嘛 就是你做票嘛 你作弊嘛 好吧就不认输 那有没有可能重新再来 他不认输 引发动荡 那台湾股市的短线 他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拉回 但后面还是会涨 我再怎么讲后面都是涨的啊 没错 后面要涨 为什么很简单嘛 就是说你如果说是碰到这个最不好的情况发生了以后 大家来看这个封关的民调 封关民调的话 基本上贺锦丽现在目前的民调领先4% 领先川普4% 那现在重点来了 跟2020年一模一样 就是封关前的民调 封关前最后一次民调 就是领先4% 所以当时的川普呢 也是落后4% 就川普败选 好吧 哇塞 这个是超刺激的 所以美国股市 台湾股市 全球股市 现在就要看这一次大选的结果 然后后面后续有什么发展 于是乎我们要先讲 不管谁当选 再讲一次 会有震荡 会有动荡 但最终股市还是仍旧会上涨 那好 那各位 凭什么 第一 我们讲到一个传统的概念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处在的季节 是好像在第4季 对吧 那么现在陆续在公告第3季的获利 我们看到很多公司 他直接超越了去年的全年 甚至跟去年的差不多了 那么理论上呢 今年在第4季加入之后 他全年的获利应该会比去年来的好 很多公司都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再来10月份的营收 现在已经陆续在发布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有些营收好的公司也必然去反应 还有你看 美国总统大选前 我们谈谈股市的表现 你先看一下 今天曾经一度跌了115点 没有想到盘中又大涨了213点 这个震荡 哇塞 那300多点的震荡 震荡这么大 不是不会往上涨 还是会 中间还是有拉回 然后往上 然后开始震荡 好 第一件事 凭什么说未来的股市会上涨 大家来想象一个件事情 你觉得我们的科技股重不重要 我觉得我讲的科技股 完全就是在电子股身上 但如果用电子股身上 我们要看到2025年 现在必须去看2025年 2025年最让我们期待的人就是AI 不是吗 如果你看AI的趋势 我们在谈的老AI 不管是GB200的独家供应商 你去看红海 你看他稳不稳 红海非常稳 而且红家军近期的表现相当不错 如果你这样子看 红海在明年肯定比今年要来 来的更好 这是一件事 凭什么说这件事情好 以数据来讲的话 大家都知道我们讲的CSP CSP是什么呢 云端服务供应商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去搜寻 那云端服务供应商就是 我要去建资料中心 大部分我们去 讲的建置就是大概是资料中心 基础建设 那我就是一样把资本支出的预算打出来 让你去看 就我看了一看 哇 你知道吗 第三季 他们的资本支出 就已经是年增 都有60%到80%左右的水准 我讲的就是四大云端业者 你所想象到的亚马逊 微软 谷歌 对不对 那这些公司 好吧 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近期我们又看到投资东南亚 哇在东南亚这一块 我发现一件事情 在东南亚砸了好几千亿的台币 在那边准备去建制所谓的资料中心跟基础建设 来了 我们只要一谈到资料中心不用讲多 就是一定是AI伺服器 或者是伺服器 通用型伺服器 但是通用型伺服器 它是升级的升级版的 跟以前不一样 各位 你想象一个空间 以AI伺服器来讲的话 当然大家会 会先想到GP200 好GP200 很多云端业者本来 NVlink NVL 你看到的型号 72 本来是看因为它贵嘛 所以大家还在那边想说 会不会 去选择比较便宜的 36 没有 就现在发现云端业者在采购 大部分都倾向 NVL 72型 因为我的运算能力更强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那如果你到这一块来看的话 那鸿海是大赢家 鸿海是大赢家 再来广达也是赢家 不我们又连接到 原来的老AI 对 原来老AI 为什么 从云端业者这些服务供应商 他们所提出来的资本支出 一看 那么受惠者必然是这几家 跟 这些公司有关联性的 跟亚马逊 对不对 跟微软 甚至跟脸书 对我们想的关键点都会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看好的是 2025年他们的资本支出 就像我们在看台积电一样 你的2025年的资本支出里面 会用到哪一些东西 比如设备 好那你COVAX产能要扩增 所以你必须要再扩大你的资本支出 你要再采购设备 好了各位 这就是一个2025年 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愿景 就是AI的趋势不断的往下走 而 跟AI关联性 比较大的 跟供应链关联性 比较大的这些公司呢 必然呢 他会出现更大的成长 这样对不对 这样子一点都没错 那各位 那你就思考了 好吧 那既然如此 是不是我们最 我们最终等待的一个叫做美国大选的结果 那么结果会要好几天才出来 在好几天出来的情况之下 当结果 已经定案了 好就是说 他已经确定了 美国总统的当选人是谁的情况之下 我问 我们就问一句话 你刚当选 你虽然你刚刚不可能马上兑现你的选举支票 重点是 一个国家的通膨 那也就是说我们再回去看联准会 联准会马上就要告诉你说11月 要不要来降息一马 对吧 通膨下的来吗 就川普的论点 我要提高关税 那必然通膨可能要上升 为什么 进口成本提高了 那我要转嫁给消费者 不是吗 难道都有吸收吗 你提高关税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是吧 好了 那关乎到什么 这一次选举完 我们回归到整体的基本面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完毕之后 股市都会上涨 最终的结果仍然就是上涨 那是要结果 中间会有 动荡的过程 于是乎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要采取一个态度 什么态度 从现在开始 只要碰到急杀往往都是好买点 都是好买点 各位 你可以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我们过去在讲这些所谓的基本面 这些范围里面 慢慢都会开始落实 什么叫落实呢 我现在慢慢给大家看一下 你曾经拥有过的伪创 今天早上 东森股动前涨主播佑达还在问我说对方你看那个伪创 什么的看法 我觉得这样子来看 基本上第一个先看到红海已经往上跑了 第二个 之前跟大家讲如果在300块 以下当时300块以下我们说如果你有广达买的比较高的 是300以上的麻烦 麻烦各位请续报 各位你来看一下 300块以下的广达 最后一次拉回测试的 低点是在 262.5 如果在那个时候熬不住 你怎么有办法撑到现在 322.5的高点拉回之后 现在又开始往上跑 他的速度没有很快 但重点是 我讲他们都是大型股票 如果你去看红海 你就会发现红海在拉动谁 红家军 他的集团下面的小兵 因为红海股本大 对吧 不太容易推 就算他不太容易推 他已经推到了200多块 前面的高点在哪里 短线高点 221.5 那今天的他的高点碰到215.5 也前面有拉回来一下 然后呢 你说什么美国总统大选 问啊 请问他股价很稳定 他很稳定 200多块的红海 我不太认为红海 会再回去到200块以下 这是我现在目前看来到年底了 那你说 那伪创呢 那我问一下 伪创有没有买比较高的人 一定有啊 那中间的拉回的整理的过程 是很煎熬的 但是他已经慢慢浮出头了 我先问一件事情 这一些跟伺服器相关的这一些厂商 到了今年年底啊 有没有一个让大家觉得说 你有这个开始起死回生的一个迹象 有的 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些数据 我讲的一个重点是 明天可能会把那个更详细的资料来补充给大家 我去投资 资料中心 我要花多少钱 那你就想看看 他们在花在伺服器身上的钱要花多少 升级的概念 好了从伺服器的观念我们再拓展 拓展到台积电的设备 也就是台积电门 近期的台积电门 以CPU细光子的这群股票是最为凶悍 好吧 那你凶悍你凶悍到最后一定会发生一件事情啊 我会不会涨不动 那好 如果涨不动台积电门还有别人啊 设备股 那设备股有没有机会再重来 有哦 看起来是有哦 好吧 那就是变这样了 第一 台积电的未来会持续的往上攻坚 请问你有反对这样的立场吗 因为他已经修正过一次了对吧 在1000块以下台积电马上立刻站回来了 996 上来 不行 我回到1025 好 1025现在大选前台积电的股价还非常稳定 现在大概在月线的附近 各位 来了 好 那选完呢 有没有机会往上走 你说那万一川普当选 他不是要收保护费吗 你看他到时候会不会马上收保护费 没那么可 没这么可怕 所以呢看起来呢 那好啊 那台积电门会动吧 会 台积电门会动 门是谁 设备 昨天我看了一下 不管是军华啦 军豪啦 智盛啦 这些G2C联盟的股票呢 有开始浮上来 今天你再看一下你会发现奇怪很多股票 很很怪啊 突然又冒起来了 比如说中兴电这些电力概念股 这些基础建设的概念股又开始又开始浮起来了 好选举前我先讲 你看今天成交量大概估是3000出头亿 那就变成一个情况大家还在买 没有在怕 没有在怕 那 不是那有的人在怕在怕什么 怕美国总统大选结果 我现在跟大家说 其实他很正常啊 你要怕你要担心真的很正常 可是呢 我回过头来看一件事情啊 什么事呢 你看喔 翁家军旗下台阳 各位 我们常常在讲喔 什么低轨道卫星啊 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概念呢 在他身上喔 你看那个整理久了喔 然后突然就放量 你看啊 前面没有人买 台阳真的没人买喔 没人买 突然碰 量是放上来 他就 就涨停了 跳空就涨停了 好 过去很多股票呢 都藏在右下角 然后呢到了年底以后 只要是集团旗下的一些股票 他开始就开始突然莫名其妙 棒一下上来了 游戏走外盘 一直成交的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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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那简直是楼上是空的 什么意思呢 大家都卖下去了 楼上是空的 砰 那个单子一上去 砰 穿上去 就直接攻掌顶了 然后等到大家发现 诶 这股票上来了 开始 开始注意的时候才会开始热 你像红准不是吗 早上 一样又打主播就问我说 那红准跟 附顶两个人要怎么去看 我都跟大家讲 第一个 红准那时候我们就跟大家报告 我说你看成交量大 然后开始成交量说 而且当冲是越来越多 如果你要做短线 去可以做红准 因为他量够大 量够大 但是呢 你要做波段 你要找谁呢 你要找什么 找附顶 为什么这样讲 那我要请问大家 附顶啊 股本很小 来 请看他过去 曾经 哇 曾经有那么高 来 他是不是开始复活了 什么叫做复活 第一件事 那本来都没有人买 今天量能报上来了 因为大家开始注意这股票了 为什么注意这股票 找资料给你看 好 很重要 我跟大家讲非常重要 这是我今天 其实我在开盘前 我就给了东森 这些资料 那最主要就是说 第四季有一些潜力股 你去看 东台很简单 工具机展 你不能放过 因为它是短线的话题 而且它走的是什么 先进制程跟PCB的钻孔 以工具机来讲的话 它走的模式是这样 因为这种 这种股性的股票 很容易在话题性引导之下呢 尤其是 有相关的概念 比如说机器人开始拉动的时候 它会拉动工具机 工具机开始拉动 它会拉动机器人 那大概这两个是同一挂的 好吧 那开始什么罗生拉引汉拉 它只往上空的时候 东台一下上来 因为整理过 好 再来副顶 我刚好讲过 一个就是鸿海 鸿海泛鸿海集团 国创半导体 就是由国具跟鸿海 共同组织的 然后呢 现在的副顶 董事长是陈泰明先生 也就是国具的陈泰明 好 当然有新闻写了 说那因为有鸿海的资源 所以它要供哪边 AI伺服器 跟哪里呢 CPU 大家一看到CPU就 就会很兴奋 为什么很兴奋 CPU很多股价都大涨 会涨得让你莫名其妙 获利没这么好 但是就是这么会涨 你把它放弃了 它还涨回来 你说涨太高了 它还在涨 拉回来再继续涨 奇怪了 这么厉害 厉害好吧 Line再一个就是滑琴 我为什么讲到滑琴 刚刚不是讲到伺服器吗 其实通用伺服器 有些毛利还蛮高的 滑琴本来在做通用伺服器的 它现在什么 它在美国 对 我花了大概将近快12亿的台币 在美国弄了一个工厂 要弄什么呢 AI伺服器 要供AI伺服器 而且它获利 今年获利相当不错 去年它赚7块半左右 但今年的前三季 它已经赚了7块2 7块2 河塑集团 对 先来看看附顶 大家来观察一下 毛利率31.8 这个毛利率是有拉上来 重点它是办鸿海集团 加上国具集团的资源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叫做国创半导体 国创半导体是它的大股东 当初他们两个副董事长 一个是谁呢 就是鸿海的刘洋伟 一个是谁呢 就是国具的陈泰明 现在陈泰明当了副顶的董事长 所以应该是这样 本来一个MOSFET的厂商 它切进去AI伺服器 AI伺服器有两大块 一就是我们讲的要散热 越高阶是越要散热 所以MOSFET进去 它走两块 一个走散热 一个走什么 电源供应器这一块 各位你就会想象到 原来都需要这一些 所以相关的订单动能 会在明年整个会开始发酵 而且重点是 因为旗下有一些中高压的MOSFET 出货动能真的是开始走强 所以你看它今年 前三季已经赚了三块一毛七 去年是比较弱 真的去年比较弱 去年赚两块八毛三 你看现在前三季都赚了三块一毛七了 直接超越去年全年了 第一我们买股票是要买有赚钱的 对吧 然后第二个 你要集团资源的是最好 集团资源在干嘛呢 很简单 你认为国具 它不会带着副顶去 穿针引线 我给你客户 你认为鸿海当书坐电动车的时候 不会给附顶这些MOSFET的这些订单 你认为未来鸿海伺服器 难道不会去给这MOSFET的订单给附顶吗 这就是我讲的 为什么你背后有 有很强大的资源的时候 你就会茁壮 因为你就会有养分给你 我跟你说 我们现在订单 怎么可以给别人 自己家不就有附顶 我问你啊 鸿海集团够大了 国具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 所以附顶在这两个集团下 它不会成长吗 问号 问号 惊叹号 所以附顶过去的股价在一百多块 在那样的情况之下 它没有恢复 它没有办法去恢复吗 因为它股本比较小啊 所以它有机会回到百元吧 我觉得不困难吧 有什么困难 以它的获利面来看 以它的毛利率来看 到底困难在哪里 困难在之前都没有人发现啊 不是吗 真没人发现 你要是说 我们先讲 范红海集团 建汉 台阳 广宇 讲一大堆 有没有 通通讲到续新KY 你就会忘了覆顶 你真的会忘了覆顶 不是 它不是洪家军的啊 但奇怪了 它就是国创半导体 是大家大股东啊 所以里面就是有宏家 宏海集团 再加上什么 国具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所以呢 看起来似乎呢 今天涨停板 真是不过分啊 我跟大家讲 因为它已经闷很久了 它既然闷很久 我觉得在年底 有些股票啊 你会觉得它在现在 突然就拔起来 它突然就会直接上来 会不会很突然 好突然啊 真的很突然啊 但它整理很久啊 是不是 而且呢 你看哦 它是垫高整理 上次那个8月6号事情已经过了嘛 8月6号是那个 台湾股市 类似崩盘日 打到那边打到最低 有没有 啪一根下引线有这么长 就蹦下上来了 电高 好不好 电高到哪里 72块7 蹦反弹再拉回 电高 电高到76块 所以呢 底部开始不断的电高 但就没有成交量 好不好 就没有成交量 近期呢 投信又回来开始买 外资也来开始买 就开始慢慢买 就发现怎么样 我带着量能就突破 带着量能突破呢 没错 而且突破现在是年限突破了 哦啊 那么有机会再往上走呢 我认为是有机会 所以我常在 关心这一类的股票 就会发现说 那你真的有赚钱的 你难道真的会很寂寞吗 不会 有题材的 可能不寂寞 因为当充量比较大的股票 今天我跟大家说 重点会是 你看呢 你看机器人是不是这样 罗生 噓 掌 涨停 来 有没有修正 有耶 来大家看一下机器人概念 这次修正 那拉回回射 还没有回射 原来前方低点 也是小股本的股票 罗生 完了 你看谁 隐翰 一模一样 就长这样 对不对 拉回没有回射原来低点 就是代表它慢慢叠叠叠突然碰了 又是个八亿多中小型的股本 好吧 那如果是这样 各位 短线上是不是中小型股还在撑场 对没有错 但你不要忘了大型股票 我先讲 你知道我们那天在讲航海王 我们在讲那个红海危机 我们在讲一个重点 就是国外的这一些所谓的货运 海运的价格有没有要调涨 现在货柜三雄给你证实了 就是明年是涨定了 你没有发现一件事 昨天其实有些外资 在卖 在调节部分的航海王 可是前天的外资是大买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什么 万海 又在扬帆 对不对 这是联军 打错 万海 对啊 反而拉起来 就开始又要开始往上跑了 那各位来想一下 那像什么阳明啊 这一类的 有没有机会跟着上 真的也上了 那就是有点莫名其妙了 那为什么呢 外资昨天有卖 今天怎么样 这高点又垫高了 又上来了 所以看起来似乎呢 航运股呢 还有机会 所以 我在走到这一季节 我都看到说 如果有充满了机会的股票呢 是不是呢 你应该不用那么早可以 不用那么早下车 是不是要等一下 那有人当然会说 不行 我就是短线 短线而且我害怕风险 那就早点下车 对吧 那就早点下车 如果不害怕风险 那就比较没关系 好 那我再讲华琴 因为刚刚有提到他 合硕集团 先讲合硕集团 那你来看华琴 这一档股票 看位阶 我们先看位阶 我们没有要看三百多块吧 三百多块 但是呢 用短线的角度来看这一档股票 就是前三季赚的 已经跟去年差不多的情况之下 第四季是他的旺季 股本只有12亿 我们来想象那个空间 第四季在他传统旺季 所以第四季 他的营修应该还在高档 所以如此一来 问 他算不算属于右下角 那不在右上角 那这一类的股票 难道年底没有机会吗 因为真的有赚钱 各位那如果真的有赚钱 我不禁要问呢 那有赚钱的公司大约是这样了 你去看 华琴 这个是合硕集团旗下的股票 大家前一阵子最夯的应该是景硕 景硕呢 开始呢 开始积极的 一大堆那种新闻面 好了 来 花了大概11.5亿 取得美国加州奇诺的厂房 扩大进军北美的人工智慧 也就是AI伺服器的市场 其实你去看他第三季的美股 最后盈余 是两块半 这两块半里面还有 受到第三季的汇损 汇对损失的影响 所以才变成两块半 各位 我跟大家讲过了 第三季 有没有汇对损失 有真的出现吗 所以他会有影响到 但是整体而言呢 前三季加起来呢 你看起来 税后存益是年增是48% 前三季EPS7.2 去年的同期EPS4.85 第四季又是传统旺季 股价又在低档 就有点像谁你知道吗 像这个 我再找一档给大家看 季家 这个是某老师画的线 我不把它消掉 像季家 有没有 你看 像不像 像 请问季家有没有赚钱 有 那你不会觉得 这个不到300块的季家 那么有没有机会再往上走 那我给你看另外一档 300多块 不断的注意 不断的处置 不断的注意 不断的处置 9亿股本的联雅 因为他讲的是CPU 它的题材性是CPU 但没有赚钱 我再说一次 当别人有赚钱 股价比你便宜的时候 最后的一把 就是年底做上 各位想象一下 这个在右上角 它涨到哪里去 不知道 好不好 那前方高点已经告诉你在这了 它能够突破 放出来突破 再上去还是下来修正 那其他在右下角的股票 请问要不要该不该涨 该涨 这就是重点 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很多那一些 比较委屈的股票 我们说实在的 其实涨得也很正确 这个真的也是该涨 那好吧 那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你不管你要做短线 你要做波段 你先要布局年底做上行情 我们再问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我有强势股说 你看今天早上 东台涨停板 然后复顶涨停板 请问你有兴趣要跟吗 跟什么 明天的强势股 明天不是要选举 美国总统大选 对啊 来问大家 如果想跟 让你跟 强势股就跟着一起做 怎么样跟啊 我们有个line 我找一下 我们的line 请在我们的line里面留言 留什么呢 就是跟 跟着队长去买股票的跟 加上联络电话 加上联络电话 我们也希望会有这样的结果 是最好了 比如说 喝某某股票亮灯涨停 喝某某股票亮灯涨停 你觉得不可能吗 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觉得要大选前的股票 台湾市场 台湾股票市场里面 还有这么多股票在亮灯的 对吧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有兴趣 麻烦各位请在line里面留下 跟 加上联络电话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